Hello,大家好 最近我们有几个有关豆角的视频 那么我们讲过豆角的浇水 我们讲过豆角的碱汁 那么我们今天focus on豆角的施肥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植物需要的三大营养成分 氮磷钾 那么氮肥它是保证植物汁液繁茂的一个重要的营养成分 第一大营养成分 那么磷肥是我们植物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的重要的营养成分 如果我们磷肥不够 我们生根发芽就有问题 开花结果也就会出现问题 甲肥是保证我们脂干强壮 抗病能力强的重要的营养成分 如果我们甲肥不够 我们往往这植物长得个子矮 然后抗病能力弱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我种的豆角 你看长得多么好 很高很高 而且枝叶旺盛 开花结果都很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土壤 我抓一把给大家售给大家 那么表面土壤就是我们非常松软的一种土壤 那么根部的情况我们用这样一个图 秀给大家 那当时的时候呢 我们挖了大概有一尺深的这么一个坑 那么这一半的都是 我们都是用了我们自制的有机肥料 那么这个有机肥料呢 都是我们用树皮树根 或者是草 做碎了以后 然后和土摻在一起 凹出来的一种肥料 那么中间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用鸡粪和牛粪 这样的话我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根部 能够获得足够的淡肥 淋肥 钾肥 这样三大元素 实际上在幼苗生长的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 所以我们只要保证它有足够的水分便可以 那么随着它的成长越长越大以后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保持提供足够的淡肥 淋肥或者甲肥 这样的话根据它的不同的阶段 特别是淋肥和甲肥 我们要多加一些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豆角 足够的生根 然后壮大它的根部 然后它还可以这个生长长个子 它需要一些淋肥和甲肥 到开花结果的时候 淋肥和甲肥就更显得重要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适当每过一个月 就适当地给它加一些淋肥和甲肥 到表皮 我有的时候还用一下我们自己的草木灰 那么这个草木灰呢 我们喷洒用这个吹风机 把它吹到这个树叶上面 枝叶上面 这样的话都有助于这个枝叶的吸收 这些淋肥甲肥 因为草木灰富含淋肥甲肥 所以我有的时候也用这样的一办法 或者是把它直接倒到根部 来试一些淋肥甲肥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淋肥 那么加一些淋肥在表皮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保证它淋肥淋肥 有足够的营养 供应给我们的豆角 每次我们加完肥料以后都要浇水 这样会保证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 把它渗到根部 送达到根部 这样保证这个根部吸收 尽快地吸收到所有的营养 那么现在我首先秀一下 我们的这些肥料 就是我们home made的这些肥料 那么这些肥料呢都是我们用树枝树叶 熬出来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 在底部的这些肥料都是非常的粗糙 非常的粗糙 然后它有这样的话能保证这个根部具有透水性 那么在表皮的这些我们上的这些肥料 我们都是用的这些树枝树叶打碎的这种 或者是much这种肥料 这还富含丰富的磷和钾 那么蛋肥主要是鸡粪牛粪 外加我们厨鱼做的营养液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我们会保证我们的豆角有足够的蛋鳞甲成分 如果大家没有像我做的这些自制的有机肥料 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去买或者nursery都有卖的 那么基本上我们磷肥甲肥呢 我们买一些叫raised bed这些mixed这些或者是much 主要的就是树根树皮树枝树叶它们做成的 这是欧成的这些肥料 而蛋肥呢它可以买一些鸡粪牛粪就够了 或者是general的那种肥料就够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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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